有一起特殊的案件是21年前 在台北市的一家国小 有一名女童沉湿在校园的楼梯间 死亡之前曾经遭到性侵害 虽然当时并没有比对出DNA 但是重要的证物被保留下来 最近从另外一件性侵害案再做比对 终于抓到了凶手 这一名蔡姓嫌犯还咬出 她的哥哥也参与犯案 两兄弟今年凌晨都被法院裁定羁押 发生在民国79年5月7号下午 台北市南港区一名国小六年级女学生 下课后吃完饭忽然失踪 老师以为她到校外练田径不以为意 直到下午6点 有学校老师发现女童沉湿在活动中心五楼 被性侵害后死亡 警方在现场采集到男性的分泌物 却没有目击证诊证据薄弱 21年来无法破案 直到高雄警方逮到一名性侵女童嫌犯 采集她的DNA简体送刑事局比对 命案才露出曙光 为什么想要对小朋友下手啊 21年后嫌犯落网 已经是50岁的中年人 他还共称哥哥也是共犯 21年来逍遥法外 因为案发之后躲回高雄 又没有前科 案情才会陷入胶着 如今嫌犯落网 当年女童的老师 终于放下心中一块大石头 但案件发生至今超过21年 有人担心会不会像江国庆遭刑求案一样 过了追溯期 法务部表示这个案子检方一直在侦办 追溯权一直都在 也没有追溯期消灭的问题 21年前的案件 透过DNA还给被害人及家属一个公道 涉案的蔡信两兄弟 今天凌晨也已经被市林地检署 依强制性交杀人罪 申请羁押禁件 法官也裁定收押禁件获准 而立委现在正打算参考 先进国家做法 修法将杀人等重罪 改为没有追溯其期限 记者综合报导